四季轮转 蜀网寒来 动物们对于温度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 它们与天地一起抚养生机 与太阳一起朝生夕落 对于幼小的生命而言 独自面对冬天是煎熬的 独自迎接春天是寂寞的 幸好他们有朋友 有伴侣 有母亲 他们一起前行 精诚所致 所向披靡 奏响属于自己的冰与火之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公里 南北地理分界线14亿人共同的中央山脉 同时它也决定了中国南北的温度差异 在秦岭的森林深处生活着一群神秘的动物 人们听过无数它们的传说 却很少一堵真容 穿金丝猴 毛发金黄 面孔发蓝 鼻孔朝天 这独特的样貌传说是西游记里美猴王的原形 穿金丝猴多以家族为单位生活 每个家族有五到十只成员 小穿金丝猴降生在每年春天 成年以前都一直紧紧跟在母亲身边 三岁之前小猴子无忧无虑 年幼的树上王者也有失守的时候 小金丝猴的手臂摔断了 她回到母亲身边 小心翼翼地靠近 母亲已经习惯了孩子的生活 她没有大惊小怪 只是把她抱在怀里 安抚她的疼痛 二月 这是秦岭最寒冷的世界 日间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十度 小金丝猴第一次见识到冬天的冷酷 除了食物匮乏 严寒更是金丝猴度过冬天的一大挑战 在这样的天气里 他们更迫切地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 当别的家族都抱在一起相互取暖之 这只小猴子却与母亲失散了 白天她还能坚持住 但是仅凭她自己的力量 将无法熬过夜晚的低温 她必须尽快找到母亲 这不是她的妈妈 这个家族也不接受她 一起玩耍的小伙伴都回家了 而她却无处可去 与此同时 母亲也在找寻自己迷路的孩子 母亲也在找寻自己的家族 终于在夜晚降临之前 母子团圆 雪还在下 可是小金丝猴已经不再畏惧 因为她有了抵御严东的铠甲 那就是母亲的怀抱 冰雪可以冷却大地上的一切 是无法改变爱的温度 同样是冬季 中国西南的四姑娘山 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美食盛宴 窗寒西岭千秋雪 杜甫诗剧中所提到的西岭 就包括四姑娘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高大桥木 树高能到十米以上 初冬 一场寒潮来袭 四姑娘山平均气温降到零下二度 金黄的果实在枝头展露 神秘的美食家如约而至 蓝大质群 垂直迁徙的候鸟 夏季分散生活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山流石滩 冬季则集结成群 闻着沙集酸甜的味道 迁徙到海拔三千米的山谷生活 因为喜欢吃沙集 蓝大质群也被当地人称为酸藻雀 雌性蓝大质群的羽毛为普通的灰褐色 而雄性的羽毛则呈明艳的蓝紫色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每天早晨 成百上千只蓝大质群聚集在一起 为了躲避天空的掠食者 他们的进食策略 近似于打游击站 分批进食 吃一处换一个地方 大部队隐藏在山谷阴影笼罩的树枝上 每次一个小分队前往进食 在沙集树上停留不超过两分钟 大家分工明确 当伙伴进食的时候 另外几只负责站在高处的枝头上眺望 有危险 哨兵发出预警 鸟群一共而散 是高山雾旧 高山雾旧虽然是投鸡的食腐动物 但在饥饿的时候也会捕食小鸟 大家躲在阴影里 静悄悄地不敢发出钉点声响 等待风声过去 这些小鸟群的小鸟群 都会捕食小鸟群 有些小鸟群的小鸟群 有些小鸟群的小鸟群 小鸟群的小鸟群 他们的策略成功了 因为弱小 所以必须团结在一起 拧成一股力量 既能应对强大的对手 也能享受饕餐的美味 在中国人看来 燕子飞回来了 就是春天到了 尼戎飞燕子 沙暖睡鸳羊 此刻的悬崖上 毛脚燕正四处奔忙 咸泥筑巢 四姑娘山的春天到了 五月 气温回升到零度以上 海拔四千米的高山流氏滩上 全员绿绒蒿竞香开放 为春日拉开金黄的序幕 全员绿绒蒿竞香开放 明黄的花瓣缓缓缓打开 如同一盏盏点亮的灯竹 高海拔山地昼夜温差极大 全员绿绒蒿进化出了秘密武器 通过花瓣开合 调节花内温度 白天气温高时 花瓣打开 吸收太阳辐射 入夜温度降低 花瓣合拢 进行保温作用 美貌终究只是一瞬 他们用智慧证明自己 有资格立于山殿 从绿绒蒿的生长地一路向下 海拔下降两千多米 来到沃罗 这只小熊猫正在暖洋洋的阳光下 睡眼惺忪 这是一对大熊猫母子 这只大熊猫宝宝已经一岁半了 当大熊猫宝宝两岁以后 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 现在是她留在母亲身边 最后的童年时光 无论是母亲还是她 都格外珍惜 虽然以她现在的体格 已经不能再叫宝宝了 但在妈妈眼里 她只是个三百斤的调皮鬼而已 她只是个三千多米 从她的 energy 玩儿累了吃点儿竹子 母亲去找竹子了 在此期间 为了躲避森林里的猛兽 大熊猫宝宝必须躲到树上 别看它圆头圆脑 走路慢吞吞 爬树却是一把好手 凭借锋利的爪子 大熊猫可以牢牢地攀附住树干 轻轻松松爬上十几米 有点累了 喘一喘 再往上爬一爬 上面更凉快 调整好睡姿 好好睡一觉 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妈妈就回来了 让我们祝福她好梦吧 青藏高原上的阿尔金地区 东街齐连山 南底昆仑山 平均海拔三千米以上 高山阻挡了来自南方的暖湿气流 这里常年干旱少雨 冬季漫长 每年冰期长达九个月 在经历昏暗无望的冰天雪地之后 阿尔金的动物们在这个五月得到短暂的喘息 随着冻土融化 大地返青 动物们逐渐活跃起来 野牦牛藏野驴汗塔纷纷出动 荒原上的新生命也冒出头来 这是今年新出生的三只小狼仔 在刚出生的几周里 它们既没有视觉也没有听觉 现在感官逐渐发育成熟 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 小狼仔们正在快速成长时期 每周能长1.5公斤 它们的胃口越来越大 这是它们的母亲 它正在荒原上搜寻猎物 荒原生存是幸存者的游戏 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能争得一席之地 天气反复无常 一场风雪骤然而至 班头燕不得不停在岸边休息 它们的游戏 母狼发现了机会 母狼发现了机会 不得不停在岸边的游戏 不得不停在岸边的游戏 狼群的成员都是血亲 它们协作捕猎 分享食物与领地 捕猎范围覆盖上百公里 有时要花费几天时间 才能有所收获 目前它们仍然颗粒无收 母狼外出已经超过七个小时 小狼仔们失去了之前的活跃 孩子们孤立无援 鸡肠碌碌 盼着母亲早点带食物回来 这是一位在荒原上顽强生活的母亲 但是她不能倒下 为了她的孩子 她只能做强者 童群的生命 惊喜从天而降 狼群发现了河岸边的野牦牛尸体 这只野牦牛的生命停止在了上一个冬天 它的尸体被冰雪覆盖 际上的活跃 形成天然保鮮 儘管母親自己也很弱 她還是把野毛牛的肉塊雕回來給孩子們 和所有的母親一樣 母郎將自己的全部都奉獻給孩子 她自己長途跋涉,一身污糟 餵的不過是孩子們能填飽肚子 在溫暖的巢穴裡不被世界干擾 她願這世上所有風雨都朝自己的方向傾斜 為的是她的孩子 頭頂永遠是艷陽高昭 越過青藏高原冷峻高耸的山脈 往北到達大興安嶺 這是中國最寒冷的地方 今年的春天來得格外的遲 但愛情已經伴隨著逐漸升高的溫度 悄然滋生 這是一對烏林蕭夫婦 現在正值交配季節 雌性不再自己狩獵 她要為孵化小鳥積蓄能量 雄鳥擔起餵養子鳥的責任 守候在樹枝上的雌鳥 是雄鳥甜蜜的壓力 她為博美人一笑 必須施展自己的全部本領 屋林蕭是生活在寒冷森林裡的貓頭鷹 幾乎所有的貓頭鷹都無法轉動眼球 所以他們只能靠轉頭來移動視線 屋林蕭的面部羽毛 像一個衛星天線接收器 像一個衛星天線接收器 屋林蕭的面部羽毛 將聲音集中到頭部兩側 一高一低不對稱的耳朵 可以通過接受聲音的時間差 來精準地定位獵物 她好像聽到了聲音 是食物的聲音 下怎樣? 麵 Auntie 不好意思 耶 这么 кв 一只乌林霄平均每天需要进食五只老鼠 仅仅一次成功 还不足以支撑着对爱旅度过今天 熊鸟再次出发 乌林霄双翼舒展开来可达1.5米 割裂空气却不留声音 并不是每次俯冲都能成功 树枝上的雌鸟不断发出启石的声音 为了他的爱人 除了风声 熊鸟什么都不能错过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有娇妻藏不住 一只年轻的熊鸟也在觊觎这只雌鸟 饥饿的雌鸟不断鸣叫 但熊鸟却迟迟未归 年轻人看准时机 献上自己的一点点心意 雌鸟居然收下了它的礼物 它将要背叛自己的配偶吗 并没有 雌鸟将它赶走 它只是戏耍了这个愣头青 填饱肚子 雌鸟另寻枝头 继续死心塌地地等丈夫归来 明月挂上枝头的时候 夫妻双双把家还 这就是中国北方的森林生活 爱与责任相交织 一对夫妻彼此交换承诺 怀抱着创造新生命的美好愿望 携手共进 一对夫妻归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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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啸着一路高歌猛进 把春天送到达里诺尔湖 达里诺尔是蒙古语名字 意思是像海一样美丽宽广的湖 达里诺尔湖为火山喷发所形成的高原艳色湖 湖面绵延238平方公里 湖水只进不出 河流带来的矿物成分聚集 使之成为盐水 华子鱼 达里湖中的精灵 冬天 他们在深水区跃动 但是碱性的湖水并不适宜雨卵孵化 伴随着开湖 水温上升到四度左右 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开始奔赴淡水河道 为产卵逆流而上 窄小的河道随着华子鱼的到来开始沸停 河道里过分地拥挤 河道里过分地拥挤 没有时间为逝去的伙伴伤心 新一轮挑战已经开始了 河道抬升 鱼群必须翻上陡坡 这是第二道关卡 两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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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还是不行 吝战吝败 那就吝败吝战 终于成功 大部队陆续跟上 作为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 达里湖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 其中回游的华子鱼在河道中目标明显 鱼欧蜂拥而至 又一道关墙 在鱼欧围猎下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继续前进 胜利尽在眼前 还有最后一道关墙 鸡流相互冲击 形成翻滚的浪花 鱼群只有穿越浪花 才能抵达淡水河道 不为重重的死亡威胁 一路挺近 支撑他们的是基因里传递的信念 单纯到近乎原始 不惜一切代价 让自己的种群延续下去 经过二十多天的大迁徙 幸存者到达淡水流域 甩子产卵 鱼卵附着在水草和岩石上 在等待七到十一天 孵化成功 年轻的华子鱼将顺着前辈来时的路 重新回到达里诺尔湖 开始新一轮生命的循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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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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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高山草殿上 生活着中国境内最大的灵牛种群 每年夏季 一千三百多只灵牛迁徙到这里 以逃离低海拔丛林中的马黄侵扰 这是一家四口 哥哥和弟弟都是今年春天降生 虽然体型庞大 但灵牛是不折不扣的食草动物 小灵牛毛色发黑 成年灵牛则发白 成年灵牛的体重在半吨到一吨之间 相比于父母的个头 这两只小不点还是要多吃青草 秋分时节 随着第一片树叶凋落 位于铭山山系的唐家河地区 气温骤降 九到十月是陵牛的迁徙季节 大部队陆陆续续开始下山 往河谷里转移 暑假结束了 这家的两兄弟也要随着大部队 会踏上漫长的征途 一般父亲在前面带路 照看孩子的母亲走得稍慢一些 山路陡峭 小布点踩着父母的提印 尝试灵活地控制身体 他们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如何征服高山 但前面还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他们 唐家河境内一共有一百多条河道 为到达草木甜美的新家园 陵牛家族无可避免地要越过基础 虽然已经过了雨季 河中的暗流依然莫测 河水深浅不一 最深处可达十一米 最深处可达十一米 家族东的成年灵流 陆陆续续地通过了河道 通过阻碍的大部队 已经在山坡上开始享受美味了 已经在山坡上开始享受美味了 通过阻碍的大部队 而这位母亲却走得稍稍慢了一些 她在等谁 第一次直面激流 这条未知深浅的河 让两个小朋友都心生畏惧 哥哥先跳下去 哥哥先跳下去 弟弟也紧跟上了 弟弟也紧跟上了 对小林牛而言 成长就是凭自己的力量 蹚过一条河 这个秋天 他们真正的长大 成为家族中永远不会掉队的成员 我将慷慨赴死 我将劫后余生 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 迸发出无限的力量 哪怕皮肤汗树 也要让天地记住我们的性命 为了拍到野生动物更多的特写 设置组借助了更多新手段 遥控拍摄装置降低了拍摄时对小狼仔的干扰 捕捉到更生动的瞬间 鼎头奖 贺勾 数字 你看这些都是 JAY 它的封建里面都在那里 景山那边 对 对 对 Ricardo 4K红外感应摄影机 超长待机 记录下动物隐秘的生活 5K红外感应摄影机 5K红外感应摄影机